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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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遊鏡《夏小姐》 我不怕拿電話 儒樹絕對是一個充滿著壓抑的人 過去小時候的經歷 令他和父親有很多誤解 儒樹這個角色會經常令自己 忙到一個地步 然後去模糊自己的一些感受 有很多的理由和爸爸保持一个距离 保持距离的原因 很多时候是因为有一些错口 我们不够胆直接去接触 喂小姐 你爸爸进去医院了 是啊 有什么留回摆身先说 明明我们可以很近 但是余树对父亲隐藏着的怨恨 令到我和父亲从来没有好好地相处过 我现在回来了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好好地吃一餐饭 余树的爸爸在他的童年 是曾经absent了一段时间 其实他对于世界上所有的男人 都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 华仔就是我在电影里面 一个前度的男朋友 他是我和爸爸相处的一个桥梁 重视这个很适合的人 但是都不能够走在一起 有几场我们在车的电影 我自己就非常之喜欢 因为那些对白非常之精进 很说得到男女大不同的感觉 至于小齐 他就好像一个开道余树的一个人 年纪大了 病 有时是看不出 但是老 你是看得出的 小齐哥的角色 担任了一个 由陌生人的角度 去透露给余树知道 其实爸爸一直以来背负了些什么 没有让你知道 你死者是哪位 我是他的女儿 原来在《三个女儿》里面 我和她是住得最近的 但偏偏在她在生的时候 我和她走得最远 这个就是我很感慨余树的一个部分 我很感动 我们自己拍的时候 都比剧本深深有感觉 余树这个角色 其实整整经历了一年 一个情感上的延期 他才可以告诉自己 其实我很在乎 所以电影就做了一个出口 令到她有得表达 一个压抑了一世的情绪